魔戒 第二部 第三章 男行的魔戒 各位女士们、先生们、中土大地的忠实粉丝们,今天我邀请你们踏上魔戒中一个关键的时刻。 让我们深入探讨第二卷第三章,男行的魔戒。 这一章不仅是故事的转折点,更是对护戒远征对勇气和决心的见证,当他们踏上未知的危险旅程。 在这一章中,我们见证了护戒远征队从瑞文戴尔这个美丽智慧的圣地出发,进入中土世界的野性和危险之地。 进行这次旅程的决定充满了危险,但它是由摧毁至尊魔戒和阻止索伦黑暗计划的紧迫需求所驱动的。 睿智而尊贵的精灵领主艾龙仔细挑选了远征队的成员。 每个被选中的成员代表着不同的种族和品质,英勇的游侠阿拉刚,智慧的巫师甘道夫,目光敏锐的精灵勒狗拉斯,坚毅的矮人吉姆利,勇敢的刚夺人波罗默,以及四个霍比特人,佛罗多,山姆,梅里和皮片,他们的勇气和忠诚将经受超出想象的考验。 本章开始与远征队离开瑞文戴尔。 这个精灵圣地的宁静之美,其瀑布飞泻和如梦似幻的光芒,与他们即将穿越的严酷景观形成鲜明对比。 当他们出发时,空气中弥漫着期待和不确定性。 每一步远离瑞文戴尔都是迈向危险的一步,因为他们必须穿越险峻的道路,冰冷的山脉和阴暗的森林。 本章中最扣人心弦的时刻之一是穿越迷雾山脉。 远征队面临着翻越卡拉德拉斯这座高大险峻的山脉的艰巨任务。 刺骨的寒冷、刺眼的雪花和狂风考验着他们的耐力和决心。 正是在这里,远征队首次真正体验到了前方的艰巨挑战。 然而,成员之间的友爱在这些考验中熠熠生辉,他们互相支持和鼓励。 远征队在卡拉德拉斯冰雪覆盖的山坡上与元素搏斗的画面,是他们团结和决心的强力证明。 随着他们的旅程继续,远征队遇到了无数考验他们勇气和智慧的障碍。 从险峻的荒野道路到莫利亚的阴森寂静,每一步前行都充满了危险。 进入莫利亚这个古老的矮人王国,现在笼罩在黑暗中,标志着他们旅程中的另一个重要时刻。 莫利亚的矿井,曾经是一个繁荣壮丽的领域,现在是一个阴影和危险的地方。 当远征队在黑暗曲折的通道中穿行时,紧张气氛令人屏息,他们时刻警惕内部潜伏的威胁。 甘道夫的领导和智慧在这些黑暗时期对远征队的引导至关重要。 他对古代世界的了解和远见是无价之宝。 然而,即使是他也无法免疫他们面临的危险。 与古老世界的火焰恶魔研磨在莫利亚深处的遭遇,是一个戏剧性和惊心动魄的事件,凸显了他们任务的高风险。 在《男行的魔戒整章》中,托尔金巧妙地编织了团结、勇气和对抗巨大逆境的主题。 这些角色不仅仅是传说中的英雄,他们是有恐惧、希望和缺点的个体。 他们的互动和关系为叙事增添了深度,使他们的旅程在个人层面上与读者共鸣。 当我们反思这一章时,我们会想起托尔金如此优雅地描绘的永恒主题。 远征队的旅程是我们在生活中面临的考验和磨难的隐喻。 这是一个关于任性、友谊和即使在最黑暗时刻也有一盏灯能引导我们前行的故事。 总而言之,《男行的魔戒》不仅仅是史诗故事中的一章, 它是对人类精神和在逆境中联合我们的纽带的深刻探索。 当我们追随远征队的旅程时,他们的勇气激励着我们, 并让我们记住希望和团结的持久力量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观看